观众朋友大家好 关系你我家圆 欢迎收看10月2号星期二的大台中新闻 台中势力大度幼儿园与顶尖分班 都设置在社区活动中心当中 但这活动中心的空间狭小 还得跟引发长辈共用办活动 因此呢也会互相干扰相当的不方便 而为此在地方明代的多方争取下 市府决定利用文中二用地编列3000多万的经费 要打造全新的幼儿园 而预计109学年度就能够完成班迁 将可以收拖有180名的幼头 来提升当地的幼教品质 文中二的用地是大到国中代管 那原的上是2点多公顷 听取简报了解未来的用地规划 过去大多幼儿园跟顶阶分班 分别都设置在社区活动中心当中 空间狭小还得和长辈共用 有时候办活动还会互相干扰 相当不方便 如今在地方争取下 未来将利用文中二用地 打造一座全新的幼儿园 长者跟我们是共用的 然后他们的活动很 非常多言话 就会互相干扰 比如说唱歌 那个淘底 或者是土红舞之类 就会影响它影响我们 我们会影响到他们 在教学的品质相对的 会比较不是那么适当 我们原来旧的那个幼儿园 也可以腾出来做更好的 对老人的关怀照顾 那个空间 现在我们在推动拖老一条龙 所以这是创造双赢 这块占地面积达2.5公顷的 文中二用地 十多年来一直处于闲置状态 为了活化空间 市府决定编定3000多万的经费 利用0.46公顷的空地 规划新建幼儿园 而其余用地则是争取 前瞻计划700多万元的经费补助 将设置溜冰场 垂球场等绿美化运动公园 因为这里是文中二的用地 闲置也很可惜 所以我们也一并规划 一个检疫运动设施 那经过地方的建议 我们觉得可以整体来规划 一个可以老少共荣的 一个运动公园的性质 市府表示 幼儿园预计在今年11月底 发包动工 最快109学年度就能完成搬迁 将可以收拖180名幼童 除了提升幼教品质之外 新完工的运动设施 也能满足当地民众的运动需求 继续成本和台中采访报道 我们下期见